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三节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,祷告,代求,祝谢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 使我们可以尽前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 这是好的 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 读经祷告是信徒每日灵修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 读经让我们更加明白神的心意 真理圣言引领我们每日的生活操行 以及所有的决策制定 祷告是把我们需要告诉神的东西在祂面前一一成名 我们不单单要为自己和家人祷告 还要为教会的牧者、传道们祷告 更加需要为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领导人们祷告 在祷告当中把每个人一一交托在神的手中 恳求圣灵赐智慧和力量可以让一切在神的计划和安排当中有序运转 神喜悦我们按照祂的心意 每天来到祂的施恩宝座前献上一切的祷告 祂会按照自己的时间和旨意成就每一件事情 地区网友们祷告 日文 山誉 提倚 罪会